嗯 okay 這兩個都是NG 而且有的時候嘴難啊 會想要吃CAN或者吃CAN 可以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集聚潛力鼓的真妹 哈囉大家好 我是禮安診所的許檢盈栏樣師 太棒了 今天又邀請到許檢盈栏樣師要來拯救我 讓我八周後可以在進伴娘禮服囉 那營養師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常常上班壓力很大 沒有時間吃中餐 所以都跟便利商店成為了我的好朋友 那可不可以等會請營養師來教教我們 如何去便利商店吃的輕鬆享受呢 OK 沒問題 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我吃飯吃不太強 所以我會選擇涼麵 要不然平常牛肉燴飯是我的最愛 那除了涼麵以外 我還會挑一個減糖的燕麥奶 只有三分糖喔 OK 然後飯後一定要來一個水果 有營養師有教 那營養師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100分 看起來好像蠻可口的 但是其實挑選是有撇步的喔 也有撇步喔 第一個我們會建議要採取多氧化 第二個要增加蛋白質的量 第三個不要選有勾芡的主食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再推回去了 好 首先我會建議你可以選擇茶葉蛋 兩顆茶葉蛋 這是蛋白質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優酪乳 或者是豆漿 都是無糖的 OK 優酪乳或豆漿也可以 增加蛋白質的量 增加蛋白質 好 那再來別忘了蔬菜 蔬菜量 好 你選擇這個是 沙拉 請問你 好 你會用什麼樣的醬料呢 沙拉醬這麼多 通常我一定是吃凱撒醬 不過呢 為了健康我會選千島醬 OK 這兩個都是NG 我會建議用和風醬喔 它算比較清爽 但是量很低 OK 再來呢我們的主食澱粉 比較小型的飯糰 小飯糰 OK 好 來你看看喔 這樣子的搭配組合 是不是呢比較均衡 比較多樣化了呢 喔 好像比較是耶 那營養師 香蕉剛剛我有拿可以嗎 當然可以囉 好 飯糰一個水果呢 也是非常好的喔 那這樣一定會吃很飽吧 沒有錯 瘦身不能餓喔 對的 好 那營養師想請問一下 有的時候嘴饞啊 會想要吃泡麵或是吃樂豆飽 可以嗎 喔 好的 來 這樣子的泡麵呢 將近500卡 大型的碗麵呢將近破千 喔 破千卡 喔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是加工的肉製品 熱量也蠻高的喔 好 都不建議你使用 所以這些都不行 對的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透過今天的影片 能夠幫助大家 簡單吃輕鬆瘦喔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康健的會員 上新生活運動網站留言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